他精通读心术,摇视摇杆能力更是名震欧洲,遭希特勒迫害,四处逃亡,精准预言使斯大林儿子免于一死。 本期咱们就来聊聊20世纪的超能力大师沃尔夫·梅兴。 梅兴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传奇,他已去世将近50年,却在生前留下了对2020年的预言。 预言中说,2020年全球会出现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,并且大规模传播,而人们不需要恐惧,人们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生活。 作为超能力者的梅兴,从小就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能力,他在波兰华沙出身长大,六岁时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能够轻松将整本祷告词背出来。 后来在上中学时,自觉无聊的梅兴逃学流上了去往柏林的火车,后来列车员巡视发现了他,要他出示车票。 梅兴很自然地从兜里逃出一张废纸,递给了列车员,列车员没有发现异样,把票还给他后离开了。 蒙混过关的梅兴就这样来到了柏林,十几岁的少年靠着变戏法的天赋生活,但也是过了今天没明天。 一天在街头,梅兴遇到了一个神经科专家,专家好奇少年的过人本领,带回了实验室。 经过一番测试,梅兴这才知道自己有异于常人的超能力。 因为可以轻松猜透别人的心思,梅兴登上了一个叫《心灵感应》的节目,并且大放异彩。 一次次精准的猜测,让观众惊讶不已。 梅兴就此名声大噪,1916年的一天,17岁的梅兴出现在两位学术大拿,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面前,三人一言不发。 随后,弗洛伊德用意念向梅兴发出了一条指令,意思是说,请他从右边洗澡间的小抽屉里,把一枚铜质小镊子拿出来。 梅兴收到指令后,走到洗澡间,把弗洛伊德提前放好的铜质小镊子取了出来,当然,这还不足为奇。 心里想要做什么,别人能瞬间猜到,并且毫无差错地立刻执行,这项罕见的超能力就出现在梅兴身上。 为了证实这一点,大学文家弗洛伊德给梅兴用意念发来了第二条指令, 之间梅兴动作迅速地走到爱因斯坦面前,说了一声对不起,然后用手中镊子从爱因斯坦的胡子里拔了三根胡须。 梅兴惊人的读心术让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赞叹不已。 梅兴在离开前还不忘告诉爱因斯坦,说他会在1921年获得一项大奖,淡薄名利的爱因斯坦并没有在意,只是吐了吐舌头。 五年后,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,而在败别两人后,梅兴开始在世界各地巡游。 1937年,德国纳粹占领波兰首都华沙,看到自己的故乡被侵占,梅兴放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。 如果德国攻打苏联的话,希特勒必亡,当时在纳粹的同志下,人人自危,说错一句话都能被抓起来。 所以对于梅兴的预言,希特勒怒不可遏,说一定要把梅兴抓起来,街上到处张贴着抓捕梅兴的悬赏传单。 后来梅兴还是被抓到了,并且遭受了毒打,但是在被关押没多久,梅兴就动用起了自己的超能力,用意念让看守的卫兵把他给放了。 而且被控制的卫兵,自己还进到监狱里,乖乖地充当梅兴的替身。 聪明的梅兴则从下水道逃离了华沙,躲进一辆端满甘草的卡车里,连夜跑到了苏联。 因为预言希特勒必亡,梅兴在苏联也很有名气。 因为众口相传,时间一长,斯大林也想见见这位神人,测一测他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。 斯大林找来梅兴,让他没有任何凭证,从银行取出一笔钱。 然后梅兴就争取了,只见他走进了莫斯科一家大银行,在一个营业窗口处,泰然自若地办起了取钱业务。 因为梅兴的意念控制,仅凭一张白纸,梅兴就取出了十万卤布,放入公文包,走出了银行大楼,把钱交给了全城监视他的秘密警察。 知道这件事的人,都非常佩服梅兴的超能力。 但斯大林还觉得不够,银行职员毕竟只是一般人,精神意志相对来说比较薄弱。 斯大林想测测梅兴的控制能力,能有多强? 意念控制别人,在他人看来遥不可及,但对天赋异禀的梅兴却是小意思。 这天好奇的斯大林和梅兴约在自己的一栋别墅里见面,但是斯大林既没和守卫打过招呼,更没有给梅兴什么邀请函。 要知道,斯大林的别墅外都是训练有素的警卫,很少有人能靠近,更别说能进去了。 但是,令人想不到的是,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,梅兴竟然大摇大摆地走入了斯大林的别墅区,而且还让门外所有警卫都向他进了军里。 甚至,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以及工作人员都恭恭敬敬地给他让路,亲切地向他问候。 斯大林在见到梅兴后,心中十分诧异,梅兴非常理解斯大林的心情,随即为他解了货。 梅兴说,进入别墅其实很简单,只需要用意面告诉警卫们,自己是他就可以。 也是,谁敢盘问和阻拦斯大林呢? 斯大林这一下知道了梅兴过人的本领,后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,而战争走向正如梅兴之前所预言的那样,苏联战胜了纳粹德国,还把红色旗帜插到了德国首都柏林的上空。 1950年1月4日,梅兴在没有任何通行证的情况下,使用意面控制,毫不费力地穿过了斯大林层层守卫,来到了斯大林面前。 离开前,梅兴再三劝阻斯大林,明天不要让空中驱棍球队,乘坐飞机前往,否则有去无回。 斯大林将行将宜,只是将儿子的瓦西里和他的教练波波罗夫改成了火车,而其他成员依然乘坐了飞机前往,结果第二天飞机失事了,11名驱棍球队员以及6名随行人员无意生还。 梅兴传奇的一生在1974年11月8号彻底终止,然而关于他预言未来的传闻还有很多,其中梅兴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预言可以说是非常火。 预言中还说到俄罗斯将会迎来一位圣人,带领俄罗斯人民进入美好时代。 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存疑,梅兴能够在死前,预言50年后会发生什么?着实匪夷所思,不排除发布这消息的人有着别样的目的。 梅兴的人生太过传奇,他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,都是一个未知数。 毕竟心灵感应意念控制,以及预知未来的能力,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你对梅兴传奇的一生是怎么看的呢? 你想拥有梅兴的哪项本领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。 最后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,大家的支持就是更新的动力。 咱们下期见。